我很喜歡和人分享威士忌 記得十年前的時候我到一間酒吧 買了一杯威士忌 香氣、味道、甚至乎聚於時間 那個味道的變化都非常吸引我 第一次去蒸餾廠的時候 其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銅製的蒸餾器 蒸餾器的形狀其實是會影響最後酒的風味 蒸餾的時間也是 簡單來講 慢工出細貨 工作以外 如果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因為很放鬆的情況 我就會用一個很大的鍋杯 然後倒碗威士忌 我就真的可以慢慢品嘗它的香味和味道的變化 對我來說 慢工就出細貨 我也都相信時間和經驗是可以打磨一個人 而威士忌也是一樣 慢工藝很多時候都會更好 例如Singleton的這一款Single Mob Singleton很注重緩蒸慢流 它所花的時間其實是一般威士忌的1.5倍 例如發酵75個小時 令到威士忌的果香更濃郁 而低溫慢蒸流110個小時 令到威士忌更香醇 口感更順滑